钱掉了 是我的吗 跟钱没别人啊 虽然人个儿不高 眼见非常高 我们长府就适合这样的人才 大家都听好了 聊时通初选 马上就要开始了 聊时通一直 顾名思义 就是对聊东的风土人情 大事小情 一定都要了解 除了这些 你们还要知道 辽东的山川河流 关道 水道 阳长小道 你们通通都要知道 而且还要会说当地的方言 或者是外语 王公公 您看开始吗 我补充两句 想在曹府做事 不仅要业务熟练 形象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曹公公特意嘱咐 还有形象 安排吧 是 公公 第一位 自曝家门 第二位 公公 你多大了 我今年十四岁了 小孩啊 太小了 这一眼 下一位 赵德柱 来自雀刀门 辽东的大街小巷 扬长小路 了如指掌 不把我留下的话 是你们的一大遗憾 太傲气了 留下 留下 下一位 大人 不介绍了 费事 下一位 公公 我不是来报名的 我是替别人占个位置 到了 快来 下一位 对 你看我说对了吧 人家说了形象最重要 你这个头不行 他是没读到我的内在 你不行我去参加就完了呗 有钱怕啥呀 公公 咱们明哥满了 四个够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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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 公公 受累了 公公 谁呀 钱掉了 钱掉了 是我的吗 跟前没别人啊 虽然人个儿不高 眼界非常高 我们曹福就适合这样的人才 公公 他再来就多了 四个多 你话多 再加一个名额不就完了吗 太别弃 太不公平了 这有钱呐 能使墨推鬼 鬼推墨吧 钱到位啥都能推 二师兄 这海选呐 他们可以作弊 但是往后呢 还得靠实力 你有实力你怕啥呀 嫂子 你咋还兴奈乐过呢 这 乐啥呀 嫂子能助你一臂之力 我听说啊 这个职位 要对咱们流动地界 所有的一切都了入之上 想当年 我师父采药的时候 把咱们流动地界 所有的山川河流 大路小路 都绘在了一张图上 只要你把它背下来 你就一定能选上 我的脑瓜背这个 没问题 得住 你可得好好背 只要背下来 肯定能选上 几座山而已 二师兄一定能背下来 小柱 你得好好整啊 你要当上官 我们都借官 放心吧 我共无啊 姓陕 毛驴陕 骡子陕 母牛陕 花陕 女儿陕 来来来 哎 我的妈呀 这太强了 得住 这只是其中一卷 别的县还有七八卷呢 啊